還是要提醒大家 這次的疫情尚未降溫 因此就算打完新冠疫苗 仍不容鬆懈 因為臺北市捷運警察大隊 遠景疫苗接種率 高達了九成以上 還是有遠景確診 這一名五十二歲的確診 遠景在上個月三十號 打完新冠疫苗 這個月十五號 突然身體不舒服 出現了發燒症狀 就醫快篩是陽性 但是PCR陽性確診 算一算從施打 打完疫苗到確診 短短十八天染疫 加上他平時搭捷運上下班 足跡是橫跨了捷運三條路線 衛生局是緊急匡列的 三名接觸的同事 目前同仁快篩是陰性 還在等待PCR結果 相關的足跡也要進行大消毒 衛生局派員進駐台北捷運警察隊 整棟大樓進行消毒 深入每一個角落清消 捷運警察隊再傳出有遠景確診 這名染疫遠景 才剛接種完新冠疫苗 增強了保護力 但沒想到第十八天就確診 警察隊臨近台北車站就怕病毒擴散 警隊立刻重新規劃分流作業 本隊也立即在當天晚上 進行駐地全面清消 那與成員同屬辦公室的其他人員 也立即做PCR的相關檢測 這名52歲的確診員警 上個月曾經因為捷運公司 人員確診遭到匡列 採檢後陰性 5月30號接種新冠疫苗 這個月3號對上有人確診 他兩度採檢還是陰性 不過15號突然身體不適出現發燒症狀 就一塊塞呈現陰性 但隔天16號PCR結果由陰轉陽 算一算施打疫苗到確診 短短18天就染疫 我們接種疫苗之後 還是有機會感染到新冠肺炎 但是對於整個受到重症造成的死亡率 會大幅的下降 醫師強調疫苗不是百分之百不會感染 只是降低重症的機率 這回遠景施打疫苗後仍然遭感染 除了捷運警察隊辦公室全面清銷 疫調發現他平常還是捷運通勤族 每天搭捷運上下班 往返捷運警安站與台北車站 足機橫跨捷運三條路線 衛生局除了緊急匡列三位接觸同事 相關足機也一併消毒 要阻斷病毒傳播 記者王正 楊文豪 台北報導 總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